大家好,1月9日,星期一,昨天本來也想做正經短打 但昨天已經派出國路人馬,快點收封給我 在疫情前,香港內地客每年有4000萬人次 簡單說,香港人口差不多六倍,每日4000萬人次 每日4000萬人次是甚麼概念呢? 即是說,每日平均大約是11萬內地客 大家記住這個數字,每日平均是11萬內地客來香港 只是內地,即是沒有計算外國那些都不會多 昨天已經派出國路人馬在哪幾個地區 我自己也去了元朗,上瑞,旺角,灣仔 其實到了11點多12點,我已經知道不妥 為甚麼呢?因為新聞更新到11點多 咦?好像停了 接著到了2、3點,我已經相當肯定了 為甚麼呢?元朗是沒有變化的 你基本上見不到有甚麼特別多的內地客 可能是有,但不多 我朋友過了去上瑞,特意去上瑞,他約了人吃飯 見到那些藥房就靜陰陰 去到差不多下午,2、3點 都有,但很少,有的,但很少 你要找才有的 在旺角,我的朋友都說 沒有見到太多內地人 好了,灣仔,我也有朋友說 都沒有見到很多內地人 有,但跟想像中是不同 但大家不要忘記 昨天是星期日 今天的話,內地很多人就要開工了 你問我有很多原因 當然,昨天也是第一天 但你見到上去那一水 上去那一水,昨天 星期日就很厲害 很多人上去,很多人下來 但你見到今天,新聞很多已經跌下去了 為甚麼呢?原因是 昨天,其實上去,有很多人是5點多就上去 我看到小記說5點多就已經有人排隊了 好了,但上去到昨天過了下午 你真是大搖大擺在那一關 內地那些,由頭到尾下來香港的都少 當然你不排除是第一天都不出奇的 但問題是,怎樣也好 為甚麼我在開始讀了疫情之前 中國下來香港的內地人數 因為你11萬和幾千人一天是沒有比較的 即是你連零頭都沒有 是11萬多的 你自己除了4千多萬人左右 全年是 那你除了365天,每天是11萬多的 那你現在沒有零頭不到 因為零頭是萬來的 只有幾千而已 好了,那為甚麼會少得那麼厲害呢? 那是否第一天呢? 我自己有馬上想到 也有跟內地同事通過電話 立即想到有幾個解釋 一會跟大家說 大家看到港股一定會上升 為甚麼呢? 因為現在正在炒通關 他不理會了 他是不是先炒定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升三百多 現在錄的時候是十二點半 今天早上的港股升三百多點 成交八百多億 大家看到鑽石狗也升了125% 美股在星期五升了七百多點 納斯特上升了二百多點 但他也說五月的息口也會再升 不知道了 因為現在美國那些都是上上落落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說 首日通關 你看到昨天的雷升很大 不是雨點少,是沒有 沒有 因為我朋友在旺角 他說十二點多到兩點鐘 他說都不見到 大家知道以前那些內地客是怎樣 你見不到很多 你看到很多拖箱等等 但他說真的很少很少 一個兩個 我在元朗甚至沒有變化 我在元朗打了兩粒多鐘 我看不到有 我懷疑他是內地人的人 所以 其實北上的港人 你說多不多 只是多昨天那一歲 只是多昨天那一歲 今早你看到已經沒有報道了 但相反地 內地來的人居然比香港上的人更少 但你不要忘記 你內地比香港的人口多了二百倍 你只是深圳和廣州 你加起來都不算是香港幾倍的人口 怎麼會只有那幾千人來呢 是不是才對呢 待會跟大家分析 其實通關 你說大陸級還是香港級 當然是大陸級 當然是大陸級 你不用問了 待會給大家看一些 小記是很努力的 他不只是過了羅馬州關就算了 有些過了羅馬州關 就繞了過去東門 再繞了過去羅湖商業城 因為路口我還沒開 甚至有些乘坐飛機去廣州 當然是快得掉 九十分鐘當然是出關 廣州一會就到了 我以前有很多年前 我有一個同事 他試過一次在香港搭飛機去深圳 他說 吃口煙在那裡 其實是一斤時間 吃口煙在那裡 其實是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 後備時事頻道Patreon 年紀下 就是五元一個月 順帶一提 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 有上一次我們做正經短打 做這個 在仁川機場 有個內地客 被人驗出陽性 逃走了 我不是經常看評語 不是經常看下面留言 因為太多 有很多時候 最多有二百多個留言 我看到留言說 咦? 你又撿神驅 撿他尾 咦? 我看到這個 我也惡然 我沒有生氣 我真的沒有生氣 沒什麼所謂 大家言論自由 這麼奇怪 為何 這些新聞 全部YouTuber都有說 其實 我再說一次 因為我很久都沒有看神驅 無關他的節目的事 其實我沒有時間看 其實我在今年2023年 都打算減產 即使不減節目也好 希望節目短一點 因為有些時間實在太長 大家知道我星期四是最辛苦嗎 因為星期四 你做完這個 星期三是最辛苦的 為甚麼呢? 因為星期三要做香港財經驗 然後就要搞地產小專家 三、四都辛苦 是的 三、四都辛苦 很多節目很長的話 會很辛苦 即是我不跟某些YouTuber 他是直接有人幫忙的 即是台灣那個 有人做了那個slide show 整理好 寫好廣告等等 他只不過出來讀 這是不同的 當然 別人有錢 我們沒有 我們只有一個人 但我又要做很多收費節目 收費節目 一個月都要做16集 所以基本上是忙了上班 未必會剪掉節目 但有機會將節目縮短 因為始終一件事 你也有這樣的年紀 即是不同 有些四十多歲 甚至那些 李老虎打死幾隻 但你年紀大是會辛苦的 而且有很多你要看財務報表 又要加加減減 再看消息的話 即是 即是那個work load 是會不想人那麼辛苦 其實是 在想著 即是希望今年 未必會剪節目 但可能將節目縮短一點 是的 即是不遮蓋所有 大家看到 譬如中國民心 我覺得有價值的 我也會遮蓋下去 但問題是 怎樣說 有時太長 譬如過幾小時 是 說和準備都會很長時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過 崇拜 或者神化 一些KOL 或者Youtuber 他也是人 他也是這樣看新聞 你也是這樣看新聞 有些是賺錢的 有很多是賺錢的 即是靠廣告收入 或者是Patreon 那些 有些可能是 好像我們這樣 連廣告收入都沒有 即是純粹是 有些東西想表達 而已 但我語重心長這樣說 不要太過神化 那些KOL 或者Youtuber 他只不過都是 表達他的意見 是的 你也有你自己的意見 即是不用一定 聽完那個KOL 或者Youtuber的意見 你再加上 你自己的意見 那就得出你自己的東西 即是做人 你最重要是有自己的風隔 大家有沒有見到我說 誰抄我們的節目說什麼 沒有的 這些是開放的 大家都是拿過那些新聞 即是我不會說 01抄這個星島的新聞 又不會說 經濟抄這個星島的新聞 不會的 因為大家都是做過那個媒體而已 很奇怪 有些人把Youtuber 或者KOL 放到一個很高的位置 他不是那些 他不是那些 他不是巴菲特的 大哥 這些已經證明成功了 但是 你現在很多 你自己都做得 Youtuber 但是我們比較幸運 都OK 叫做有人聽 叫做有人看 但我又不覺得 是甚麼特別大的成就 只不過我有些事情想說 很坦白說一句 我暫時還未見到 香港有一個Youtuber 像我們一樣 六年都沒有一毫子的廣告收入 其實有很多人找我 就說 可不可以在這個節目裡面 加廣告 那些我全部都沒有回覆 我免得這麼複雜 不想搞這麼多事情 我免得這麼複雜 不想搞這麼多事情 即是不出奇的 有一個很有趣的 有一個就是賣那些video game 賣那些video game 即是在那個節目裡面 幫他的video game 做宣傳的 即是遊戲機那些 沒有甚麼政治成分 即是隻貓 有一個很有名的遊戲 叫Stray S-T-R-A-Y 講一隻貓 流浪 這些反維 我覺得我會考慮 為甚麼呢 因為沒有政治成分 其他那些比較麻煩 我很多都沒有回覆 我通常都不回覆 其實那些 因為沒有這樣的需要 你說香港有多少個YouTuber 講了 我們2016年開始 17 18 19 20 21 22 6年半 我一毫子廣告收入都沒有收過 其實一毫子都沒有收過 有多少人真的會這樣做 即是如果我真的為錢 沒有需要再說 對嗎 為錢不需要再說 得鬼閒嗎 所以問題是 有些人是想說一下 即是想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這個亂世裡 希望大家 喚醒大家去 知道一些事情 但不希望大家 將YouTuber或者KOL 擺在神化的位置 而影響了你的個人判斷 或者你的個人收入 即是影響到你的個人判斷 或者你個人處事 你個人的事業方式 你自己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每個人都應該是這樣的 你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大家看到很多 昨天TVB做這個頒獎 你見到很多人 他是習這麼多年 習國家之大成 然後自己 很多人做戲 雖然我當然是不懂 門外漢 但他是看了這麼多 做了這麼多戲之後 我就應該這樣發揮 你便沒有抄襲 但觀眾受落 你演技好的時候 你便做到一姐 或者做到一哥 當然有很多人有很多意見 是否江美儀拿呢 是否陳山聰拿呢 是否應該是誰拿呢 這些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是集合了別人的東西 然後由你自己的方向 由你自己的風格 不要將那些YouTuber 擺到很神化的地位 然後影響了你自己的生活 影響了你自己的思想 這些是最不要的 其實 好了 題外話說多了 我們立即入整題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就是昨天的小機 即場拍的 下午即場拍的 我朋友在這個 也現場當時在上水 差不多幾個小時 他後來回報給我聽 就說 這裡沒甚麼人 我說 蛤?沒甚麼人?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藥房 紮定馬 我在網上有看 有些太子的藥房 本來打算不租 突然間通關 租租租租租 接著就加租 接著就進入不同的藥 奶粉之類 總而言之 疫情前搶甚麼 他進入了甚麼 咦? 不是 大哥 大家都看到了 螢光幕 你可以去YouTube看 基本上有 不過很少 你有數據 昨天好像六千多 內地客 即是不計算香港人回來的 六千多 但之前每天是十一萬多 你沒有一個零頭也沒有 對不對? 大家螢光幕看到 店員就很失望 不知為何一個大陸客也沒有 另外為何你看到 後來差不多到晚上 TVB才報道 為何你看到沒有人拍落馬洲 入境大堂 只是拍出境大堂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有甚麼好拍? 即是你拍著空屋和空椅 沒有東西好拍 沒有東西介紹 對不對? 待會給大家看 有相片 小記最後也拍了一些相片 先說這一個現在最新的新聞 剛剛推出的 尖沙咀的騷稿 大家都去過很多次 這麼多年 3月12日 我看報道 3月12日就結業 通關就立即結業 不知為何 據聞是和長實租 每個月是一千五百萬租 很厲害 但他不是說結業 即是說 銅鑼灣那間Sogo 沒有影響 Sogo是利福 即是劉鑾雄 都是劉鑾雄 不過是劉鑾雄的弟弟 那個小樓 我們一會說說大樓 但同月會在啟德開這個分店 大家要注意 另外這個就是01的報道 就說藝人柯振東 在前陣子拍戲的時候 被這個無人機爆炸 面部受傷和嚴重破傷 他的經理人證實了這件事 現在所有的氣憤都停了 接受治療 希望他沒事 接著我們就正式去片 先說一些過關的消息 這件事說 復必泰的二價疫苗 已經由前幾天開始 香港要付錢才能打到 我不知道 因為我太太上星期也打了 是不用錢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剛剛她在6日之前 有兩個價錢 兩個價錢 一個價錢是150元 另一個特快的就是240元 你說有什麼不同呢? 有的 為什麼呢? 她如果不收錢 我自己也做過幾次強檢的那些 就是深厚口水的那些 她現在是鳥鼻的 鳥鼻、鳥喉嚨 她說不同 所以你要付錢才能過關 而且有效期只有48小時 有效期只有48小時 那你免費的那些就不能過關 簡單說一句 我也問過我太太有一個問題 有什麼不同呢? 你現在香港做的檢測那些 都是內地機構 結果可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免費的那些就不能過關 要過關的那些一定要付錢呢?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的結果就是因為要付錢 你要回去的 就不要付錢 是吧? 大家看看這些內地的那些 香港和內地通關的那些 小冊子 那些宣傳單章 大家要看到 免費的社區檢測 就不能夠過境出關了 你說中招的人多不多呢? 都不多的 昨天看到就一個兩個 就說 哦?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這個我不敢說 因為 有些人真的想節省的 大哥 你如果突然想節省的 2004 那不如節省 看看能否過得到 但最後是不能過得到的 這個大家自己定住的 螢光幕去看 其實你在內地或者回來 你給了錢那張 心後退役那張 即是陰性報告 基本上在中國 就是48小時之內有效 48小時之內有效 那你過了48小時 其實就沒有效了 那你說如果我回到大陸 那不是一兩天來回的 那我超過兩天這樣又怎樣呢?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鄭女士 我們在新聞上看到的只有一個 就是她 就說免費檢測 但是過不了 這些場景就特意拍給你看 為什麼呢? 是很早合開閘的時候 如果我在網上有看 就說5點多 已經有人去到排隊了 那這些是什麼人呢? 大量的是什麼人呢?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 他們差不多都是歸類於一個至兩個 的Category裡面 如果你在香港上去的時候 拿著一個自費檢測 我不管你150元也好 240元也好 你的那張紙下回來 要在48小時之內 才可以入境 如果你在國內 你住的時間或者逗留的時間 超過兩天的話 你就要在國內 再做一次核酸檢測 都是要付錢的 深圳有144間 澳門檢測點都有的 其實 大家上去之前 大家上去之前 就要穩定了 就是說 如果我逗留三天 你差不多在第二天 你早上就要去做 他通常都很快 即日就可以發給你的 一張紙來的 一張紙來的 不是那些手機紀錄 你要看看你在深圳那個地方 究竟或者是 譬如去廣州 哪些地方都好 你自己要看在哪裏 製造核酸 否則你回來香港 就不讓你進入 大家要記住 另外當然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小朋友 譬如螢光幕這些 手鋪那些 我覺得不是打齊針這麼簡單 最好你不要上去 最好你不要上去 因為一定中的 一定中的 我在前幾天 跟我國內的舊同事 他在廣州 他說不要上來 他說你一定中的 除非你說我中了也不要緊 或者我剛才中了 博武士那樣可以的 但是小朋友最好不好 譬如這些 或者是十多歲以下的 最好不好 因為你在國內有事 很麻煩 你不排除你會發高燒 你升到41度 那怎麼辦 大家要小心 小朋友的 盡量過了這段時間 看情況如何 先回內地 或者去其他地方 會比較好 又來回這個畫面 今個星期我就不放了 上個星期已經放了文章去網誌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訂閱我們的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收費版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收費版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其實這樣說 香港的股票 還有很多是和港蓋珍珠 你們沒有去留意 很簡單 剛剛就是今期 介紹完這個日本城 可能大家每天都看到日本城 但沒什麼人會看它的業績做得好 其實從2017年開始 不只是疫情 從2017年開始 它的股價是八、九毫子 到前兩天 是兩百八毫半 不只是疫情才上升 是2017年後 它也上升 香港人公司 這間不是日本公司 是香港人公司 它是由九毫子升至兩百八毫半 另外它每年有八毫子升 其實坦白說 你問我 如果你去跟騰訊 或者阿里巴巴比 它全贏 它從2017年到現在 它全贏 當然它很小 它很小 不起眼 也不會去到全中國 或者全世界 最多去到澳門和新加坡 但我們買股票是什麼 你投資是希望它賺錢 你問我已經全贏了 它已經 你不要計算它上市的時候炒高 這個我都有 九毫子八毫子 現在升了兩倍 即是升了200% 你多少買騰訊阿里那些 你是最近幾個星期才彈 騰訊阿里那些 你看看阿里三百多元滾下來 一百元 現在六十多元滾上一百元 所以其實買股票 不需要買得很轟烈 很多人買得很轟烈 我一定要買阿里巴巴 這樣才厲害 我一定要買微盟 我買內房才厲害 其實不需要 香港還有很多這些 這一類香港人的股票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自己都是持有些公用 或者是收息股 那些Wix 內地那些我盡量不行 免得有些政策風險 美股你要看 因為它現在還在加息周期裏 但我擔心很多 問題在這裏 所以你說 香港有沒有股票是好的 有的 不是沒有的 不是一定要內地的股票才好 日本在內地也沒有 最多在澳門 只有 好像九間而已 在澳門也是 只有九間 我忘記是九間 所以問題是 你勤力一點做功課 其實是有的 以前我也介紹過 變靚一點 變靚一點 內地有的 變靚一點也是做得好的 所以問題是 是不是一定要 躲進去那些 最厲害的內房 內險 內銀 什麼都很久 其實是沒有需要的 你想賺錢 但是賺錢當然要勤力 我經常都說一句話 賺錢是不容易的 你記住 好了 我們先看中國 中國今次開放 不只是來香港 有很多已經同步去外國 我們之前也報導過 去韓國 去日本 去其他地區 這就是前兩天的網易新聞 前兩天的網易新聞 就說中國的遊客 旅客或遊客 入境韓國要掛黃牌 要掛黃牌 像罪犯搬 被人拉走 幾十個記者圍著拍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那些 他仍然給你一個概念 就是中國是最大的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沒有人敢得罪中國 中國人有一個中國夢 就天下無敵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很明顯看到 各個世界很多國家 不好意思 我繼續會有一個防疫措施 不是說你中國人來 就大了 其實大家看到 螢光幕這個 他們就會說 這些是韓國的政治表演 不是防疫 出到外面那把嘴就是你 在國家一句聲都不敢說 出到韓國 你韓國做政治表演 你德國做政治表演 在中國一句說話都不敢說 這些是門口狗 這些就是門口狗 那為什麼人家給你一個黃色牌呢 是告訴別人你是中國 你要走去做檢測 你陰性的出得去 陽性的要給隔離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如果不掛著牌 沒有人知道的 好像上一個那樣 我快要去隔離 一聲就走了 一聲就走了 人家就不知道 那你說牌裡面有沒有追蹤功能 可能有也不奇怪 那大家看到就不是流的 那有這個 我不知道是中國 就是當時的旅客 或者是一些韓國 就是當時在出境大堂的拍攝裡 那大家看到 他真的要掛著黃色的牌 那為什麼呢 就是要分別出 免得你走失了 你說 給很多記者拍攝 這些是很正常的 給很多記者拍攝 這些是很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走失的那個 其實人家已經揹拖 已經要 入境處那個要揹拖 大佬 喂 你不看著他 被他走失了 那你進去社區 如果社區再有爆發的話 別人要下台 不是每個人都 每個人都像韓國總統那樣特色 對不對 那你問我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 你覺得不對就不要去 沒有問題的 全世界這麼大 你中國這麼多錢 他認為 他自己去用很多錢 那麼白點說句 那你就去別處 對吧 你全世界這麼多地方 你中國也這麼大 對吧 那這些是多餘 說出來 那麼大家看到下面那些 全部都藍著個王牌 好了 也有些是親共的 那麼大家看到 中國 開放了旅遊之後 昨天的這個 首批的中國客機 就飛抵這個萬谷 那麼泰國的副總理 就直接去機場接 那麼也有些 就是不同的國家 有些不同的防疫措施 或者不同的態度 對付現在的中國 那麼這些 就是我們要接受 其實 你不可以還用疫情之前 說我現在已經大了 就是我來到你的國家花錢的 你馬上拿我腳趾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了 現在是 你看看你自己的荷包更好 你看看自己的荷包 最重要的一件事 坦白說一句 你用的錢多 你就上奔 你買些雞碎的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欺客 就是這麼簡單 過了去的了 即是疫情之前的中國 很強勁已經過了去 我們一路看下去其他國家 這個我們一早已經批了去的 你看到德國 在下的新聞 馬上就說 喂 李國民 沒有必要 不要去中國 比利時和盧森堡 立即跟進 你吵架他 其實他也會繼續做 好 問題就是 中國那些人 走去韓 走去德國 走去泰國 走去韓國 代表什麼 代表你的外匯流出去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不想 他那些人來 流失外匯 很簡單 你去得多久 當你沒有貿易 沒有什麼時候 你可以花多少錢 其實這個也暗喻了 為何內地這麼少人來香港 你看到 那些人是飛去韓國 飛去日本 飛去歐洲的地方 是有的 好了 香港這麼近 為何會這麼少人來香港 第一天 今天現在已經差不多1點了 其實我看到報道也沒有 那些小記 即是沒有新聞價值 你報來幹嘛 這是今早早上東方的新聞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 你很早去到羅馬州 因為現在路口案還未開 路口案還未開 所以全部都塞在羅馬州 這些應該是昨天很早的 差不多6點多鐘的時候 小記去到影 其實那些記者也很辛苦 真的 那些記者真的是鐵腳馬眼神仙肚 就是這個意思 是的 你神那麼早就要去 你還要早過那些客人 然後你下午可能去完羅馬州 然後又怎樣 然後又殺下去 殺下去上水的藥房那裡看 然後又殺下去太子旺角 然後又殺過去灣仔 然後又可以寫 其實記者是很辛苦的 其實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昨天早上的 你看到大清早 就是右邊那個李智清攝影 就說 羅馬州支線管制站 清晨 這個是清晨來的 就是6點多7點鐘的時候 就已經大排長龍了 香港人是這樣 有些很心急的 很心急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就是 我們待會也想講一下 關於 接下來 又會出現一些中港婚姻那些 typ 又會出現中港婚姻那些 就是當你內地經濟不要的時候 又出現一些中港婚姻這些 我們是經歷過這個年代的人,最好你不要搞這些事情 我見過十個有八個都沒有很收場 最好你就不要搞這些事情,真的 你像今次這樣的話,你老婆還在不在都不知道 經歷過三年 問題是你回去內地,跟內地人結婚 他沒有所謂,因為你跟內地人結婚,你的錢一定回去 買房子,生兒子,你經常過去,就會帶旺他 但問題是兩地的文化差異,我沒有看到有收窄 即是香港人土生土長的,跟內地人的文化差異還是很大 我們那個年代,我自己的朋友十個,有七至八個都罵得很不愉快 很不開心,很不愉快 你這次,你這樣就過了三年了 那麼大家還有沒有感情呢? 大家知道人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人要見面呢?因為你不見面,感情就會變淡 你說手機有沒有感情呢? 在手機見面,你跟手機有感情 真的嗎? 你覺不覺得你離開不了手機呢? 你不是跟手機裡面的人有感情 你是跟手機有感情 兩樣東西來的,人跟人之間是要有一個Human Touch 你連人都未見到,你連量都沒有必要有質 但你跟手機的感情就很深厚了,這個真的 你看小孩從頭到尾都黏著手機 說爸爸死了,就先打完這次 我也聽過,父母說笑 媽媽很不舒服,讓我先打完這次 還未避免到 會的 所以問題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再搞這些中港婚姻 為什麼呢?最後內地人的思維是沒有什麼變的 而真的土生土長香港人的思維也沒有什麼變 你看到這樣分隔兩地,後面的事情很麻煩 你現在分分鐘回到去,老婆走了嗎? 老婆好像對自己淡了 說那些子女好像不太認識爸爸 但你的錢又每個月上去 我朋友就是了 每個月他的錢都是微信上去 但問題是,他人就回不到 是的,那很大問題 大家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男士也好,女士也好 大家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你分隔兩地,婚姻是很難維持的 不要說說婚姻,你拍拖的話 感情也是很難維持的 當然有些旅客是揮舞國旗 不知道這些是什麼人 不要緊,什麼人都有這個世界 真的,什麼人都有 武動這支五星旗 如果他沒有動之英國國旗 又怎樣呢?可能會被拉勾了 是吧? 即是你沒有動之英國國旗 或者香港區旗 都可能被人拉勾了 也不奇怪 很多大部分,我告訴你 都是跟夫妻相聚 很久沒見了 子女 或者探爺爺 這類事情 你說商務那些不需要 商務其實 什麼時候都能回去 不過在旁邊 之前不知多少天 有些五加四很多 他已經記不到這麼多了 即是你說商務其實 一向都能回去 但只不過這些 跟家人團聚 太太、老婆 探爺爺 探爺爺 帶一些藥上去 見到內地的孫兒子 大部分都是這類的 大家看到這個 結婚四年 分開三年 太太還是否 還是你原先的太太呢? 真的不知道 希望她是 大家看到昨天早上 基本上鋪天蓋地的新聞 都是說 不過大家不要看下面 那四個大字 人頭湧湧 你看看上面 是離境 即是說去深圳的 即是說香港人回內地 人頭湧湧 但其實今天 你看到已經沒有什麼新聞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只是勁了一天 那不會今天沒有 有的 但可能已經過了高峰期 如果今天大家過關的 你還可以上網 因為你回內地已經上不了 你回內地看不到YouTube 除非你用VPN 大家可以留下言 如果今天是第二天回國內 或者是昨天下午 大家可以留下言 究竟過關情況是怎樣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剛剛已經說過了 我有朋友 昨天在上水 特別是在這裏 差不多 他應該是十一點多鐘 至兩三點 他也說 又不會一個大陸客都沒有 但是很少 完全是 見不到 因為你現在看拖箱 都未必一定是大陸客 最多是 這個應該是大陸 但是 預計是完全 很少人 很少人 很少人去藥房 你看到的 之前這麼多人 現在只有小貓三四隻 大家看到 南下人流不似預期 上水藥房街 是淡靜的 內地旅客就說 少了很多人 之前來這裏 大家知不知道 這幾條街 我都去過 我想 整條街 你隨時被人滾腳 你一定被人滾腳 差不多是太子地地站出 我朋友說 現在 你能走走走走都行 非常少人 大家看看螢光幕 你就看到了 大家看到 上水火街 就拍烏鷹 其實 我自己這樣看 我自己這樣看 為什麼 內地下來香港的人數會這麼少呢? 因為你只是深圳、廣州 坦白說句 只是這兩個地方 怎麼會只有六千多人來香港這麼少呢? 我自己分析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很多在國內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問了我在潘月的舊同事 他簡直不知道 蛤? 有預約嗎? 我不知道 第二個原因 就是 他不需要告訴你 其實他是沒有需要告訴你 你可以去申請 但是他不批你 你告訴我 國內還會不會每天 給11萬個內地客來香港花錢呢? 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你說零行不行? 零行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些黨員 和黨有關的那些 簡單說一句 你可以申請 一部分人是不知道 一部分人你可以申請 不過他不批 他每天限你多少 六七千的就是六七千 你想想一件事 他只剩下六七千 即是以前的十分之一都沒有 差不多是二十分之一 是的 差不多是二十分之一 或者是十六分之一 你想想怎樣養活到香港之前的自由行 當然現在只不過是第一天 我想遲些都會多些 但是你說回復到之前的十一萬 應該不可能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這個相當重要 就是HK is China 這個相當重要 在內地人來說 你猜他們真的不知道嗎? 他們知道 上到VPN的 他們知道其實HK is China 那為什麼下來做什麼呢? 你國內 香港大部分的名牌都會有 其實最簡單 你看看馬雲就知道 為什麼馬雲不下來 香港要在日本一年呢? 為什麼呢? HK is China 在這裡做什麼呢? 對不對? 有很多香港對於內地人來說 已經失去吸引力了 已經失去吸引力了 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你如果要買藥那些 如果坐飛機 我經常都說 如果坐飛機 喂! 我在上海飛下來香港 跟飛過首爾有什麼分別呢? 中國人是很犯賤的 是很犯賤的 在自己地區裡面 如果他下來香港 是暗示的 去到外國人家屌尺他 如果時愷此抵擾皇牌 當狗狗狗狗 都要去 雖然淫用口說 你搞政治 但 CAM flag 人 也去到 解消 然別人去到 其實不久 很多人知道 知道去... 韓國要掛個王牌 他知道 口就在罵著別人 在搗衛 看馬雲去韓國 放你去街爛搞政治 然後坐不坐飛機去首爾? 坐 就是這樣 為甚麼? 因為韓國不是中國 對嗎? 你在韓國,你屌策這個韓國政府 沒有人罵你 你在中國,你在香港 立即打你,我告訴你 問題就在這裏 其實我自己分析到這幾個問題 很多香港的弱國內是沒有的 但問題是 如果他讓他出來的話 首爾去新加坡,去日本 甚至去馬來西亞 一樣能買到美藥,為甚麼一定要來香港 所以問題是,來香港的人 其實不會一直都這麼少 股市升得對 無論如何都好 他都會增加了人力 但問題是 跟當時自由行 大家想著每天還有十一萬 十二萬的旅客來香港 內地人 我想這個數字就很大傷確 大家看到 你說 這是昨天,小記拍到 在洛馬州 從國內來香港 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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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 小記有甚麼話 沒有話 沒有人有甚麼話 沒人、只有兩個人 只有一条小女孩,怎样过都可以 大摇大摆,没有条龙过来都可以 这位謝女士昨天是在深圳过来的 野生被人捕获 很难 为什么会捕获呢? 因为觉得她的样子是自内地人 要不然你怎样问 香港很多人都是拖架BMX去买菜 这些人不知道 她说对于新康街的人流减少了很多 感到意外 大家看到通关首日 内地来香港的人有6600个 有大量的余额 连香港上去6万 待会给大家看 香港都没用完 这个数字是昨天差不多四五点 不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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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回来的,即是新香港人都不出类的 这个就是总数,这个去到昨日下午的四点钟 出入境的总人数就是七万多 但最后就是昨日一月八号 就是差不多有九万人 即是出入境的人数大概有九万人 你不排除有些人是即日来回的 你不排除有些人是即日来回的 有小记,小记很劲力的 这个陆路都有,水路都有 连这个飞机都有 大家看到有小记就直接坐上飞机 飞去广州 由起飞到走出机场就九十分钟 即是一个半小时 我自己在香港也坐过飞机去广州 我记得是很快的 你记住,它是由起飞到走出机场 即是连接过关出站 我自己记得是七八个字飞机 很快的 即是飞行时间是七八个字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 香港就要搞一轮 在国内那一关也很快 那时候我们飞白云 差不多了,你说九十分钟 你说是否入于快 其实也不是快得到多少 因为飞行时间真的很短 我记得差不多是七八个字 好了,那我们看看福田口岸 即是罗马州 大家看到,我不知道香港的关有没有放置 即是说,深港同心口岸欢迎 但你看到罗马州就有了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小记 昨天去那些口岸餐厅 去访问,他就说 有些餐厅每天只有一百元的生意额 如果再不通关,就收拾 差不多只收拾他一个 如果大家,我中间有说过 那些天上人间已经没有了 出脚那些 大家记得吗? 在福田口岸 即是罗马州一出,就有几间折脚的 那些天上人间已经上了天上人间了 连那些女儿 那些女儿都上了天上人间 已经全部收拾了 那小记访问有几间餐厅 你一出一出 对面那几间 你再不通关,过了年就收拾了 真的,很大件事 所以你看到,哇,下重本了 为什么呢?因为差不多国内每一个地方的地方债 都已经爆了 其实 因为这个动态清零 每一个地方的地方债已经爆了 大家看到,这里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脚毛 过去的20年 湾区全都回来了 欢迎香港同胞 之前不是说 香港的GDP或楼价主要是靠内地吗? 所以你看到一有问题的时候 那件事其实很清楚 你说香港大不大祸呢?香港大祸 但香港是远不及内地大祸 We are family 即是现在就是 family We are family with your money 即是是 family 不过就是你的钱 这有两个白套跟你拍照 是的 2023年 湾区返来 We are family 即是有些大白套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那些大白 就是假扮的 可能那些大白现在没工作 就假扮白套 都是大白 不过是大白套 是吧? 就跟那些刚刚过关的香港市民拍照 这个过境的福田口岸 大家看到 即是聚集了大班人 小记当然 虽然这个 就是路湖口岸未开 他们一定兜去香港人的热点 两个热点 一个热点就是深圳的路湖城 另外一个就是东门大街 我第一次去东门 东门是1990年 很久很久的时候 当时的东门 有没有人1990年是去东门的? 有的 大家可以留个言 当时的东门是黎露地 黄黎地 是的 当时的东门是黄黎地 大家可能不知道 都是这么多人 但是就是黄黎地 现在当然不同了 东门大家立即黄了 没问题的 为什么呢? 东门大家是吸引他深圳里面的客户 未必很与香港通关事 但是你看到这个 罗湖商业城就惨了 因为现在还未开关 那些小记在国内就很快 你在国内 你坐地铁或什么都好 巴士都可以 一会儿就到了 巴士差不多七八个字 乘搭到去 或者你打个滴过去 你看到罗湖商业城就是鬼城的 大家看到这个是昨日小记影的 也挺多人的 国内放宽了防疫之后 老东门一定有很多人走的 这些我们 我想迎光幕这个男女 未出世 我已经去东门 因为1990年 差不多30年前 三十多年前 大家看到这个路口案 我们习主席说不开关就是不开关 大家都看到 基本上已经鬼城一样 全部刺光 你看看左上角那些 是执 全部执光 很多已经在一年前 已经是执光了 那些什么 擦脚 茶指甲 上面不是有一间酒楼的吗 大家记不记得那间酒楼叫什么名字 我喝过很多次 上到三楼四楼 我喝过十几次茶 那间可以的 那些食物挺好的 我想可能都已经执了 另外当然 下面大家还看了这个 连堂口岸 没有人的 我去过连堂口岸 一次 是在疫情之前 很多年前 没有人的 是不是在疫情 他也是没有人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香港要搞这么多口岸 没有人的 根本没有人走的 差不多 就是你过关的时候 整个关都没有十个人 一声就过了 我不知道是在星期日的时候 我们过去公干 当然 你不要看订票量有多高 因为你本身跌到零 你本身跌到只有1% 你升六倍也好 你也只有10% 那你比疫情之前的九成还少 昨天还在吹 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 就说香港乘出法地的 内地 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昨晚 你看回TVB报导 你看回很多报导 咦 为什么这么少内地客 情况就是 你不断吹 没用的 香港的市民看到的 大佬 当然第一天不准备 我们看下去 看多一个两个星期 你就知道 另外 深圳服办个人游 内地旅行团南下 今个月都比较难游 农历年 大家又要 零售商铺又要变阵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就是 第一天其实应该是最多人 永远都是 你看到香港人没有执书 他第一天就是最多人 接着一直会少 除非你中间的政策有改 内地也是 你看到立刻就撲了出去韩国 他知道要王牌 他知道要隔离 不就照去 日本不就照去 是吧 你说深圳为何服办个人游 今个月比较难游呢 有机会就是 有些他不批 他不批 如果要批的 坦白说 深圳来香港 即是一声就下来了 还需要批什么呢 还需要搞这么多事呢 韩国也能去到 韩国也能去到 日本也能去到 新加坡也能去到 为什么下来香港这么快 过一个关 你搞得来 人都到了 对不对 他原先就有这些团 即是国家未必批 是吧 所以问题就是 今个月 香港的零售商又要变阵了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 有些人逐租了 我们之前说 逐租 那便逐租了 有些我扩充 租多个单位 那些药房之类 原来不是这样的 那便糟糕了 所以大家看到 疫情之前 每年是4千万的内地客房 你不要理人质也好 人也好 4千万 你除了365 每天有11万多 接近12万的内地人质 是到香港的 你看看现在6千多 大佬 尾数也没有 为什么会说 国内的经济问题呢 这个你要看 国内的新闻 才会知道 它现在完全是 全部禁止了 但无论你禁止了 国内也有一个VPN 其实大家看到 在重庆的大渡口 其实现在全国都有 那这些难尾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做Covid-19 的试剂公司 喂 给钱嘛 是吧 第一件事 你要赚钱 你跟他做试剂 你要赚钱 第二 喂 我请了工人 那怎样 那工人 遣散 不保 遣散 但是不保 不赔偿 借地已不赔 我在网络上看到 打得很厉害 大家可以进去 你搜索一下 应该看到的 如果在那些片里 看到的 打得很厉害 所以你不要说只是富士康 其实这些情况 在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有 所有之前 跟你的大白欠人工 试剂 那些 那些卖的 就是一个瓶在住的 全部都拖掃 为什么 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 他怎么给你 那你拖掃他就怎么样 你拖掃他就想着脱身 走人 喂 工人全部遣散 不赔 那就打 打得很厉害 你看到 业内 就是这个行业 之前说清零这个行业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业 是中国和香港才有的 这个清零的行业 业内称是全国性的烂尾 因为之前全国都动态清零 现在突然没有了 就全国都烂尾 资讯是全面管控的 很多是打完之后 接着传了两三天才知道 原来之前有这件事 同城人都不知道 大家住在同一个城里 你都不立即知道 为什么 所有微信 所有里面的 全部都禁止 你一出他就禁止了 一出他就禁止了 基本上你连那个 你要打一个信息 彈出去 他是要 他是要审核过 你那个信息 他才能送出去的时候 那谁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大家看到 业内称是全国性的烂尾 其实基本上 所以 大家不要经常说 喂 这个富士康 你国内这些 我想每天 每个地区都在发生 所以有什么办法不通关 没有办法不通关 一定要通关 但是香港能救你多少 很明显 现在内地下来的人 少过香港上去的人这么多 那谁救谁 其实很清楚 学童是不算的 即是说 回来香港 上学的那些学童 是不算那个配额的 即是说 如果他是回来香港 上堂读书的话 就不算的 那新春之后就恢复了 简单说一句 一月二月头 即过了农历年之后 就恢复了 不算配额的 过关亦都无需要预约 阿榜友就说 考虑跨境学童每日做快策 相关口岸就会切专用通道 因为始终都是小孩 大家看到有些是小学 有些是小学的 有些可能是中一中二的 给个专用通道也对 反正一件事 都不会有很多人 是吧 那一月八日 即是由昨日开始 每日就有六万人可以入境中国 但是问题是我们昨天看 基本上就不满的 这个配额 大概是五万多人左右 你想想 其实第一天都不满 然后就更加不会满 第一天这么急 我们刚才也说了 上去 就是 喂妻 探父母 或者送药 看年老的父母 大部分都是这些 即是跟商业无关 商业一直都可以申请上去 李家超当然是走到关口 第一天 你看到配额都未用完 当然唱顺 根本没有六万人 他是早上那一刻 我在网上看 只是早上那几个小时 多些人而已 其实你去到11点多 12点钟 基本上已经是回复正常 即是一般般过关 大家知道 我们香港的议员 还当香港是千金小借 即是说 你到底香港的地方你不来 林健峰还在前几天6日 就说 防宽啊防宽啊 很多人上去 增加到十万 肯定爆了 开几多口岸 香港人上去都爆了 内地人下来都爆了 咦 第一天 完全不是这样 喂 下来的人不够 下来的人不够 大哥 那你那些商家佬会吵的 喂 你吹到这么大 只有几千人下来 大哥 你那些人 养得哪个 是不是 养猫 养狗 养猫养狗 都不够养 只有六千多人 内地客 是吧 还来只是买药 对不对 那立刻怎样呢 立刻李家超就说 很快就会不需要任何配额 开了 不用想的 香港不是千金小姐 不要还有这些思维 李家超 开了 不要搞的 你一见到 细息不对 怎样 开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限配额 你限香港现在六万个 内地下来多少我不管 对不对 对不对 喂 坦白说一句 你现在限六万 或者不限 都只有这么多人来 对不对 那你还有配额来干嘛 内地来香港就可能有配额 但是如果据我同事说 有得选 有得选 深圳来香港有好处 因为近 广州也不是很近 不要跟我拗 因为我去过N次广州 N可能等于超过 超过200 我不知道我去过几次广州 我想超过几百次广州 去上海我去过几十次上海 你说累不累呢 就是广州来香港 其实都累 都累的 但是深圳就是最简单 因为一个就是了 深圳下来广州 或者香港人上去深圳 最大的优点就是近 是这么多而已 但是你说真的去消费 真的去买东西的话 现在国内的人 Hong Kong is China 我既然 如果上海 北京那些要玩的 我不如坐飞机去首尔 对面而已 是吧 去首尔 去日本 甚至有些去台湾 台湾也去的 是吧 跟着新加坡的 都不坐来香港 坐飞机那些是什么 当然有钱一点 是吧 深圳下来的那些是什么 你不排除深圳 昨天我们刚刚见到那位谢女士 她可能即日就回上去 她下来买东西 接着大家下来吃的那一餐就上去的了 所以这个情况 那个花费模式 完全不同的 所以不用搞的了 开放了 国内一定不会 因为为什么呢 她不会给你 你不要说11万 你说每天有6、7万来 她的外汇都流失了 所以我之前说 我说内地 她不需要告诉你 我签多少关于是什么事 你可以申请 没问题 我不批准你 是吧 高铁大概1月中之前开通 你问我 我可以回答你 一定少 一定少人 除了商务之外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也是 我搭过 6、7次高铁 即是去广州 你说快不快 但问题就是贵 如果我自己 我不会乘搭高铁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贵 公司为什么会乘搭 因为公司贷款不是我贷款 不是我给钱 你乘搭一次 我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是比较辛苦 时间长一点 高铁是正的 我搭过去东莞 即是府门 方便 但是很贵 你每天回答的话 不能够 你来回几够税 对不对 你想想一下 一个星期 你乘搭四天 已经是1400元 那公司贷款当然没问题 但是个人来说 偶然乘搭一次 下来旅行是OK的 但你说一般的旅客 我自己也选择 乘搭九铁人室 我自己选择乘搭九铁人室 我一过了深圳就搞定了 所以问题就是 我相信开了之后 一样是非常少人 一样是商务 一样是你去到很远 去到北京等都没得说 如果不是的话 一样是少人 好了 这个我也同意 无论如何也好 只要你通关 今晚香港的零售 或者是地产都会好一点 但问题就是 好不好到 可以像疫情之前 可以撑起了香港 整个零售 商场 楼市 现在刚开就不是很乐观 但我们看多 其实你不用看很久 你看到新年 或者去到二月 你大概大概就会知道 大概 你看到新年的人 的贡献 你大概就会知道 但你说怎样都好 一定好 因为多了人来 他来花钱的一定是好 是否应该是要做的 波叔就立即已经说了 他就说 今年的经济就回复正数了 看下去吧 是吧 他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这么说 他没有办法 你这个阿里巴巴巴仍然是 只有八九十元 谁买 所以市场一定要上 但问题就是 实际上你的经济 是否真的 可以回复疫情之前呢 我想回复 四五成左右 差不多 最多是这样 大家要明白 香港经济 中国经济 好像人生一样 好像人生一样 简单说一句 大家知不知道 之前八几年代的时候 谭校长很红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很红很红的 现在红不红到 九十年代开始 谭永伦已经是 不可以说走下波的 有四大天王之类的 你还红不红到 你过了就过了 过了就过了就没了 你人生也是十年 二十年 你中国也是一样 你过了那二十年就没了 你香港过了就过了 即是他不会变零 但可能是之前的一半 或者是四成 好了 这个更怪 阿孙冬 他是港票 香港创科局局长 这个安心出行 在昨天已经停运 他说之前市民的数据 全部都消毁 即是不再保留 但是他说市民可以保留的程式 程式里面 有很多功能是很有用的 我老早就已经删除了安心出行 但是我想问大家 这个安心出行有什么程式 是你还会用到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连更新都没有更新 我连更新都没有更新 他说过的 先后更新了四十个版本 我连更新都没有更新 我是没有上过我家的WiFi 他说停用安心出行 我马上就删除了 我真的不知道安心出行 还有什么功能是我们日常要的 大家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功能 大饼强 当然这是罗马周关 我们也不知道留了多少脚毛 通常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就是我过关 老闆开车的 这个位置 他右手边那里是厕所 通常又怎样呢 就是老闆开车 我过关 我过关去完厕所 接着就等我老闆开车过来的 就是真的不知道留了多少脚毛 真的在这里 真的 就是差不多多少年了 七年 六年时间 差不多 六年时间 差不多每个礼拜 我都经过这里 是的 一些回忆回来 其实年纪轻一点的时候 也不是年轻的 那时候也接近四张 但是 怎样也好 都比现在还年轻 五十多 但是 那个回忆是回来的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好很多 那时候的香港是好很多 你看看现在香港 什么都不像 都不知道像什么 那时候中国大陆也都美好很多 你看看现在中国大陆 什么都不像 不知道像什么 好了 大饼强就走上去 还打算有百多个人 扫荡这些初期的水客 谁知道 一个人都没有 我问我朋友 上水多不多水客 他说 眼看也没有 眼看也没有 连水客也没有 大家看到很多在国内的那些 就是上水的那些 药房街 其实四成都被刺激了 你问我水客好不好 我觉得水客最不好的好处就是阻街 大家知道你一出那个上水火车站 你就见到有人在分货 我觉得最不好就是 很多都阻止了 但是问题就是有时有些东西有炒卖 有时有水货 其实是 市先旺 通常都是这样 我们经常说一件事是水清无余 是不是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就没有了 是的 你什么都没有了 全部都打击了 又不准备炒卖 什么衍生工具 香港所有的衍生工具 其实都有供干成份 如果香港没有了 港交所没有了 这些衍生工具的时候 就没有人有这些炒作行为 因为连玩也没有人来玩 是不是 我自己感受到水货 就是水货客最大的问题就是阻街 还有通街分货等等 昨天不见到有很多 还有我朋友也见到 他说上水是有很多吉铺 特别是之前药房那些 四成多 暂时你也不要想着通关之后 那些药房会继续炒起 我想他们团了那些药也会麻烦 如果他们特意团了很多药 哇 你为什么第一天没有人呢 吹到这么大 没有人下来 大家知道共产党一向都是吹得大 很多要变证 就是 至于你说 我在Patreon也说过 至于你说 港府 劳宠谋 就说要立法规管这些 就是买承约 立法规管市民买承约 那我其实是相当有意见的 如果大家想深一层 那你譬如国内的市民 喂 我对于国家的退销药 不是那么喜欢 那没什么问题 那我想买这个Panador 但是国内就没有Panador 那我想去海外采购 那有什么问题呢 那我自己想深一层是没问题的 那你如果 就是你国家是给Panador 在国内卖的话 那便没有东西 对吧 就是问题就是你说 喂 他有炒卖的 这个第二样东西 那你想一样 他炒卖的最后又是怎样 最后又有市场 就是不是那个水货客 他自己吃光Panador 那最后没有人买的话 他自然不会有水货的 对不对 那问题是在这里 这个问题 譬如A小姐 他国内的爷爷 或者妈妈 他希望有些Panador 旁新的 为什么 因为国内的退销药 他不是那么放心 那有没有错 没有的 他没有错的 通常水货的就是他卖便宜一点 但是他没有这个保险的 这个对消费者买了可能是有影响 这些我觉得是要规管的 但是问题就是你纯粹为了保护你自己国内的药业 而不让外国的药品进入你国家 如果国家的市民有这个需要的话 那就是你政府的问题 我没有说错 那等于卢宠谬说 喂 你每人不能买过多少 那我卖五牌有什么问题 我又不是炒卖 我自己吃而已 我用来开门口行不行呢 我不行 立法规管 要不然就抓你 那你整个社会没有意思 对不对 你有足够的货源的话 人家怎么会炒卖 怎么炒得起 炒都炒不起了 你看看现在的那些 上水药房 喂 立刻你的货不要来了 你不要来了 没什么内地客的 你就看到了 你做水货 你最后也要有需求才可以 对不对 就是毒品那些例外 对不对 那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说 各样都要靠这个 法例去规管 是你本身自己做得不好 你如果国内有 香港足够的话 不如炒得起 谁去买吗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 你自己的国家问题 你为了要维护你自己国内的药业 不让外面的货进口的话 如果你容许在国内买的话 谁去炒呢 没有人去炒 你香港有没有见到人吃内地的子通药 有得买的 你没有见到 那吃什么 又是吃Panadol 又是吃Panadol 又是吃这些乐信感冒灵 幸福相风素 之类之类的东西 你在香港见到多少人 是吃内地的子通药 你在香港之前就说 这个莲花清风胶囊 那现在有多少人吃莲花清风胶囊 又是吃Panadol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 哪个好哪个不好 是很清楚的 对不对 虽然不是说 让人都要立法去规管 不行吗 立法规管 就是拉你 你没有解决这件事 对不对 澳门更加 澳门就不给带五盒以上的感冒药 或者止痛药离境 这些我们刚才说了 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 那怕你就炒卖 就是拿回去国内 这些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澳门就没有红黄马 轻症者可以上班 那就自己决定 这些 通常我都不 就是我都不 不鼓励别人 就是中了招上班 因为为什么呢 让你感染了一个人 你不知道他会轻症还是重症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简单说一句 你是轻症的 你感染了糖尿血压高的 那可能他是重症 是吧 那四五日时间而已 为什么不等他呢 最多一个星期 是吧 刚毓宫也说了 就是 样样都靠立法 扑热式 止痛药都靠立法 我就觉得比较夸张了一点 你做好的供应 给市民有机会买到全世界 大家认可的药 供应旧的话 根本不会有人炒 你如果国内得 如果Panador 全部可以在中国卖 你乐信感冒零 或者幸福相风数 全部可以在国内卖 谁炒 谁炒 是吧 你现在还有没有人炒口罩 没有的 是吧 这些是供求问题 很多人说炒到这么贵 这是供求问题 那样东西也这么少 多了这么多人去买的时候 价格一定会上升 没问题的 不是说所有东西 因为有人炒了 所以立刻要立例 不是这样的 当你的供应回复的时候 就没问题了 或者当人们稳定下来 即是口罩而已 大家记不记得 2020年的时候 我朋友买过 1100元一盒口罩 现在没有人炒口罩 香港说做口罩的那些 我想那两部机全部回本了 你再做多余 你全世界 这些疫情 其实两年就应该要搞定 怎会搞到三年 还整个动态清零 这么狠 当然全世界都密切注意着 现在大陆的疫情 会不会影响香港 大家看看数字 其实数字会上升 数字一定会上升 我看到昨天的死亡人数 都是66 其实大家仍然不可以松懈 捱多两三个礼拜 你大概就知道了 这是前日的消息 1月7日 就说内地跟辉瑞在谈 希望Pax Norvett 在华 这个仿制授权 简单说一句 就是说 给他 可以在国内 生产Pax Norvett 但是 配方就给了中国 中国可能改变名 其实简单说一句 不要这么复杂 就是说 内地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内地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接着就会变成自己中国自主研发的 一定是这样的 我朋友吃过OK的 我朋友有糖尿 他吃过OK的 血糖指数没有升 那两天 不是很严重 他吃了是舒缓了 就是两天 少少病症 吃了两天 但是香港就要医生开 你看到国内一定是这样的 中国人 你问一下国内的人 是没有人知道的 当他拿了 授权 他就改了个名字 可能是伏必妈 伏必密 接着呢 国内的人可以吃了 这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辉瑞有没有问题 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水尾 水尾 如果你是出了他觉得OK的银码 卖断条方案给你的话 应该OK的 因为水尾 现在全球疫情差不多结束了 好了 疫情和通关 现在我们讲到这里 讲了整个一小时 零二十一分钟 怎样都好 我们都要讲一下大楼 其实 你看到大楼都是手指的 大楼都是手指的 我告诉你 这些所谓的辣椒 其实对有钱人是没有效的 后一会儿 后一会儿 李嘉诚走出来 他说是手指的 好像是罗老太也是手指的 英军 罗老太也招来 要买楼 卖了几十年 才是大楼 这些手指的 没有用的 这些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楼买了 如果雷丽君 名下的一幻 顶层 特色户 不知道是什么特色 可能是 上下两层 那类的 海景之类 你问我的 非常简单 当时的雷曼 中信泰富翻版 很简单 大家知不知道 当你有那些钱 而你又大喇叭的时候 很多人会埋伤 那些小企业 当时荣明科就是 当时中信泰富就是 大家已经忘记了 如果不是的话 怎会走过常振明出来 还是荣志建 还是荣志建家族管中信泰富 那就是荣明科 当时范雄凌是董事 荣明科 弄了一页迷债 雷曼债券就死了 问题是 当你这么有钱的时候 身边有很多这些人 在你身边 买这些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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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 吕丽丽君正常 我估计 应该就是很多 这些像恒大 那样的 内房债 持住 我不知道 他用杠杆 或者是 赌鑿片 坦白说 说一句 你说 吕丽丽君三个字 怎样都好 信你 五亿十亿 好了 但问题就是 喂 到期了 你要付钱 债券跌了很多 利息你就收了 但是你要付钱 诶 糟了 买了出去 虧到妈妈都不能赢 甚至恒大那些 停牌了 其实他一直都在卖楼 大家看看另外一个新闻 他是蝕让 很多都是蝕让 大楼 就用手指四千万 买了吕丽丽君的特色户 他说吕丽丽君 账面大概是蝕八百万 其实简单说一句 即是大楼顶了他的债 这么简单 本来他要卖一层楼 或者抵押一层楼出去 才可以退出钱 现在由大楼给 即是大楼顶了他的债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想这么复杂 就是由大楼顶了他的债 大楼就说 接着我买了 租回给丽丽君 租什么 不收租就是了 对不对 多余 他说要求以信托代持其他物业 防止女士将物业抵押 有机会被人输掉 本来是子女身家的财产 这个我非常打个问号 大家猜不猜到我想到什么 就买个层楼 你这么有钱 才买个层楼 就告诉他 对不对 那就是把那层楼给了别人 然后买个层楼 现在通储便宜 会不会是大楼 对这个单位情有独钟 我就不知道 但问题是你能给他钱 转得了名字给他 你就预算了今天 其实 真的 我经常说一件事 不是你的钱 你代不了 你代不稳 其实简单说 他的债 由大楼买了一间屋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大楼顶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大楼顶了债而已 即是他那间屋 现在要卖出来了 那4千万 大楼给4千万 那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所以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一件事 喂 先说他吧 是不是先 那就买个递家吧 香港有这么多豪宅 为什么一定要 买回这个一环呢 这个就是你要问大楼才知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 是吧 主要就是看着子女 大家是吧 主要就是看着大家共同的子女 是吧 这个大家都明白的 其实 大家看到这个大楼就说 要帮女力军要想两分钟 平时只用0.1秒而已 他不忍心看到银行公开拍卖子女 拥有的物业 可能那些子女小 那些子女小就被女力军做这个 我们叫什么 就是持有人 简单说句 谁知道就被这个女人虧了 但是问题就是 你能交钱给他 你就不要管他怎么花 其实 他虧了他乞衣去的事 对不对 将来的我就拿回两个子女 是吧 卖个层而已 其实不关大楼事 是的 问题就是说 香港很多人有钱是大喇叭的 大楼是其中一个 有多人有钱是大喇叭的 就是杜柱告诉人家 我好有钱啊 那些人就埋伤了 就是这么简单 香港有很多这些人 是的 就是我多有钱 我现在 就是那些叫什么 你真的没见过有钱人 告诉你 真的 就是我们以前打工 很多年前 那些老闆真的很有钱 九几年已经过亿了 我打过一份工 有个老板他姓麦的 那个老板 我见过几次 你看到他以为乞衣而已 真的以为乞衣 我三十多岁 他五十多岁 你看到他以为乞衣 上来穿条短裤 后来我的同事 后面的会计 Mandy跟我说 他说麦先生很有钱 他说刚刚1999年 1999年 这个冠画中心 他买了 双连的三个单位 那时多少钱呢 一亿 接着Mandy跟我说 他说 麦先生是给现金 Cash 1999年 所有我们汇钱上去上面买报 买报 五百万港元 半个月前就汇了上去 上面那个报佬 吓到他 哇 你打钱这么快 五百万港元 五分钟压制就上去了 但是你要减5%给我 行 没问题 我早两个月给钱 你要减百分之五 那个大陆 立即OK 我们有QC 当场严货 你想想他当时可以给到一亿现金 他手上有多少钱 现在我说的是二十多年前 不是今天 没人知道 你看到他有钱 乞衣 你以为他拿中门 我有一次去公共泳池游水 我还撞到麦先生 大家都穿条短裤游水 他有钱是不让人知道的 但是香港有很多人 有钱要大喇叭 我现在很有钱啊 那些基金的女人就买你身 你这么狠狠 我不骗你骗谁 他一定是买那些雷曼 不是雷曼 买那些内房的 那些就死了 恒大那些 买恒大 碧桂圆之类 那你就钉了 你不是买股票 你说现钱的没问题 他一定是做些抵押 你相信我 就凭你呂立军 牛链红三个字 我也相信你五亿十亿 是吧 但是问题 你也要找到过夜的数据 对不对 你有一份东西签了 那就是这样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 谢谢大家 大家看到这个 李立军家族曾经连购多户 转售军需泄让 大部分都是泄让的 那为什么其他大楼又不出手 特别是对这个一环 情有独钟呢 这个就是你要问大楼才知道 我就不知道 你问我的 华智里买那间就是 这么有钱 香港现在的豪宅这么便宜 对不对 楼价全部跌了 我为什么现在买呢 我到时买都未迟 是吧 那你真的问他才知道 这个我说两句 我也有听的 陶杰吊架 萧生光明顶那段 因为传得很厉害 我进去也听了四五个字 一部分我也同意陶杰 一部分 我又不会说 萧生说破产 我又不会的 因为之前我也有个老闆 是破产的 破产是没问题的 破产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跟正法律手组去做的 你借钱给他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他可以破产 而还到钱给你的风险 所以我又不会觉得 破产是一件什么事 但是问题呢 怎么说呢 坦白说一句 别人大佬也说不认识你了 大佬已经说了 我不认识这个人了 我只见过他一次而已 然后萧生在节目里面说 我见过他十几次了 如果他说不认识我 他就不记得了 别人都说不认识你了 对不对 简单说句 你问我 你不要认识我了 这些人 坦白说一句 你有钱的话又怎样 他也不是 他也没有品 是不是 有的读者说 不说 他也有时捐1000多元 给那些基层的 那你看看他是皇室宝 你就知道 别人只卒一条柱 要不要吵架人 对不对 用不需要 坦白说一句 如果比你做了特首 香港人真的没有计 toget 你不要坐在街上 有损事容 我立即找警察抓你,這樣也可以 這些人沒有品,你明白嗎? 你不要說認識我 我高攀不起,坦白說一句 我不用問你責任,我不用問你借 我用不著要靠你劉鑾紅的名字,關我什麼事 這件事,我有聽過一段,我覺得 人家都說不認識你 不認識就不認識,有什麼問題 你認識劉鑾紅很厲害嗎? 坦白說一句,你認識巴菲特,我就說你很厲害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人家有品呢? 對嗎?人家有品呢 你看看一件事,人家拿著皮亞迪 說拿著你十幾年,就拿著你十幾年 你根本就不需要看別人其他高盛 禁售其放,不需要 人家有品,做事是沒有品 坦白說一句 很多年前,蕭生在亞視 當時是很流行的,很多劇都是很流行的 但當然,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在你的節目中,你說什麼都可以 但有一件事,我同意陶傑 就是,人家家事 盡量少理 因為這些是人家的家事 沒有人說得清 好像剛才我都說的 你為什麼老闆一定要買一環呢? 不知道,你真的要問他才知道 我是他,我就不會 是吧? 但可能老闆,我很喜歡一環 我覺得一環很利,我也可以 這些人家事 你們來幹什麼? 是吧? 對嗎? 所以問題是有點怪怪的 你說文人是不是一定 對社會沒有貢獻?也未必 因為社會有些文化的東西 但你說文人和商人 不能這樣比較 即是陶傑就吵架他 文人有沒有幫助香港有多少出口呢? 香港的確有為負不仁的人 但香港也真的有很多人 賺到錢是有捐錢的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所以問題是沒有說文人比較好 還是有錢也比較好 但我個人覺得有錢 不是最值得別人尊重的 你有錢加上有品 那別人就尊重你了 我們說過,之前同叔 我有朋友打了許功 很好人的同叔 我朋友做一些好少少的職員 他也叫早晨 李嘉誠就是 不過李嘉誠就是在鏡頭面前 有鏡頭呢 李嘉誠就是早晨早晨 沒有鏡頭就沒有 另外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我認識他 他打過林伯恩 林伯恩 林伯恩也是很好人的 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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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恩就是他優秀別人 亦都優秀自己 他回內地 就是Michael 我朋友叫Michael 跟他一起乘火車回的 但林健岳和林健明就慘了 舉手 在樓下 車就回內地 是這樣的 林伯恩是節省別人 亦都節省自己 他是很節省的 但林伯恩很好人 不罵別人的 很好脾氣是不罵別人的 很有禮貌 即是你說 你見完林伯恩 再見大樓 哇 你這個什麼人呢 為什麼不是野蠻人呢 就是這樣 所以問題是 無論你的人在與不在 別人跟你相處過 是有一個評價在 最後也要多說幾個新聞 就完結了 有讀者想我說一下楊明 其實沒什麼好說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TVB的藝員 在這些藝員的守則裡 你犯規 甚至是犯法 現在官判了 監獄也坐了 你為了要保持 即是他不是說你要做好自己的形象 你是影衰了公司的形象 因為公司是聘請了員工 員工是犯法的 所以他一定要即時出獄 拍片 接著道歉 兩次鞠躬道歉 當然要加少許眼藥稅 你問我有沒有很大的問題 沒有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聚家 你只是18天 大家明白 為何之前他上訴又上訴又上訴 因為怕影響了自己的前途 你看到之前 陳冠希事件 只是一個嬌要道歉 其他人為何不需要道歉 因為你不是英王 是英王要你道歉 就是這麼簡單 楊明有可能對他的聲徒也有影響 好像說他那個楊明燈湯又收拾了很多 這個我沒有喝過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看到為何他要這樣出獄後 立即回來道歉 因為你簽了約 你簽了賣身契 你不跟楊樂詩 即是李宅佳那位 阿佳佳幫你贖身 說一下你 你多少錢 你說吧 10億嗎 8億嗎 行 上來拿 上來拿票 這樣就沒事了 是吧 那你賣了身 如果不是的話 他告你 他告你委約 我想你賣屁股 都未必賠得到 我告訴你 是吧 所以立即要他道歉 連火盆都未撓 立即要回公司拍片道歉 就是這樣 跟大家說 只是提醒大家 很快 一個月左右 香港的電話 太空卡就沒有了 全部要實名制 對我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沒有這些太空卡 但是我估計 深水埗很多 就要轉型了 因為深水埗很多 就賣太空卡 賣了 我想40年都有 是的 由我去深水埗 由我讀書到深水埗到現在 都是賣太空卡的 這一堆賣太空卡的 就全部要轉型了 沒辦法了 大家記住 2月23日開始 如果你不登記 所有沒有登記的卡都不能使用 全部要實名制 最尾就是這個國際消息 中國有傳聞 也不是傳聞 就說 中國兩年 在國內就說 中國放過你澳洲 解凍 不再制裁你 恢復買澳洲煤炭 其實問題是他自己受不了 因為澳洲是沒有損失的 好像有個新總理上場 做到一個氣氛 就好像澳洲 求中國 其實就是大家互相有利 因為 中間澳洲 是賣了給歐洲的國家 由歐洲的國家 再轉賣給中國 中間人家一定會過水濕腳幾成 升三四成 不奇怪 澳洲是中國第二大煤炭的進口國 所以大家看到 國內的煤炭公司 已經開始跟澳洲談 不要找A準 我直接跟你買 澳洲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先收錢 大家記不記得 年多之前 很多澳洲的煤炭 去到中國港口 不提貨 那就辣尾了 人家很嚴重 現在最簡單 你用國營企業 神華 無論你哪個都好 先給錢 先給錢 才出貨 人家比你 不知道你國家的 澳洲說了一句 就是要查病毒來源 是這麼多 他沒有說是中國 你看看2021年 他沒有說是中國 當時就是王毅 立即吵架人 說了兩句後就制裁人家 他沒有說是中國 他說要查新冠病毒來源 是這麼簡單 為何也要這樣做呢 現在王毅沒有了 粉筆子抹掉他就算了 為何呢 因為你經過中間歐洲的國家 人家賺幾成價 大佬 那你那些錢 我直接給你買 你加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加這麼多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現在是下午的2點20分 港股是升300多點 成交是1100億 我們的網誌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我講完英美煙草 和日本城 接著會講Sara WD40 如果我們有篇幅 就會講完SuperDry 現在就是Youtube版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Youtube 投資筆記 美股收費版 1月份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好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回營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 下留言就可以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就可以 好 今天是星期一 祝大家星期一愉快 今天也講得久 到達一小時四十多分 在想 將來的將會剪短一點 好了 有最終的會告訴大家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